节气小鼠过后 全台各地气温天天都标志35度以上 热伤害人数不断创新高 长期待在冷气房的上班族 也会出现类似热伤害的冷重鼠 中医叫做阴鼠 是一种身体对环境温差改变的反应 医师则建议 稍微待在阴暗阴凉处 先稍微散热一下 然后再进到一些比较冷的环境里面 会比较好 就不要突然很热的环境一下 然后就打不进去 冷气房里面 医生也提醒 民众外出避免长时间 待在高温闷热的环境 不要频繁进出冷气房 平时保持运动习惯 适度流汗帮助身体散热 在户外活动的话 也可以随身攜带像伞啊 或者是电风扇 或是扇子等等 就尽量增加那个 就是自己散热的比较容易啦 对 然后另外的话 真的就是长时间在户外 我们就是水分 电解质的补充非常的重要 所以随身都要期待一些水平 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 全台持续高温炎热 提醒民众多补充水分 慎防重暑 新唐人亚台电视林天心 台湾桃园采访报道 优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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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